大家好 我是阿玲 今天由我们的小厨娘 也娜为大家做水煮鱼 大家好 我是也娜 今天要带大家看水煮鱼 希望大家喜欢 希望大家喜欢 给我们刮车鱼 我们准备了一条罗飞鱼 先把鱼鳞刮干净 做水煮鱼的时候 一定要拿火鱼 新鲜的鱼 然后我们拿手 我们把鱼鳃先扣出来 罗飞鱼的肚子里面 是这种黑黑的 一定要把它洗白 白洗干净 洗到这样白为止 切鱼之前要把这个全部都刮 要把鱼的身上刮一下 拿水再冲洗一下 就开始切鱼片了 一直往头 一直往上切 一直往上切 我们先把骨头片出来 切鱼肉切成片 切鱼肉切成片 切鱼肉的时候 不要切得太薄 也不要切得太厚 你切得薄了 等一下你煮在锅里面容易烂 切鱼肉切成片 切鱼肉切成片 就不太会熟得快 看着小爷们 做菜挺认真的样 做菜好认真的样子 好可爱 以后哪个男人请你做老婆 真是太幸运了 又会做菜 又长得这么漂亮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洗鱼 放一点盐 放一点啤酒 抓洗一下 抓洗一分钟 然后把水倒进去 多洗几遍 洗到水白为止 鱼已经洗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把鱼肉挑出来 和鱼骨头分开 挑好了 放在盘子里 现在我们开始腌制了 腌制的配料有 蚝油一勺 生抽一勺 胡椒粉半勺 盐半勺 鸡精半勺 然后有淀粉 有一颗蛋清 有姿麻 有那些配料 把这些调料都倒进去 我本来说倒油 这些火锅底料一点油 姜有什么倒在锅里面 然后放一勺豆瓣酱 然后把鱼煮后先炒一下 好厉害啊 锅底放青菜 葡萄丝瓜 你可以跟自己的口味配锅底 大火慢慢下鱼肉 下好的鱼肉煮上了一分钟 开大火煮一分钟 菜捞好了放在锅里 辣椒 蒜 花椒 小葱 放个白芝麻 我们上面撒点香菜 然后我们的水煮鱼就做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吃鱼肉的片鱼肉 又香又好吃 来 给它吃一口 送咯咯咯 送咯咯 你拍拍拍 好 原来 那做的水煮鱼好吃吗 就算了 太三重了 谢谢观看